充满着量和希望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疫情也其实影响了 我们的内心世界 那在当今社会 最大的发明 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 是科技吗 未必 在当今社会 最关键最重要的 发现跟发明 将是自我 所以我们永远要把 我们的注意力 跟我们的观察能力 甚至我们的觉察能力 都关注在我们里面怎么想 那以下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焦点在哪里 我们的快乐就在哪里 Where focus is happiness flow 那以下我会用两个我们具备以来 作为人里面已经有的这种工具 这个工具我们不需要花钱去买 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别人借 是我们里面 是我们里面已经天生聚来的 那第一个 我们 以身聚来的工具呢 就叫做注意力 那注意力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注意力就是跟我们内在世界 我们的大脑思考空间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注意力就是人的心理 活动 他关注 他聚焦在某些事情上 某些事情上的那种能力 比如 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在哪里 可以给我们东西吃 那这个注意力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他就会让我们发现到 原来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哪里就是答案 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哪里就是真相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要活得开心 活得幸福 我们就要先从我们的注意力的 那个空间里面去探索 那有一个人 他是大概年纪也不轻 可能是五六十岁 在那个小村庄里面 每个人都知道 他是出了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喜欢喝酒 他酗酒 他如果说每一天没有喝酒 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身上呢 都常常都有一股 那个酒的味道 那有一天 这一个人 他走在街边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水沟里面 那当他掉进水沟里面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爬上来 在他爬上来的当中 周围的人都很担心 看到了这个人说 怎么办 他是否有生命危险 还好他可以自己爬上来 可是就在他爬上到 那个路上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 他的脚 他是穿着短裤 他的脚开始 流了一层的鲜血 那大家就知道 这个是不妙 就是说他受伤了 但是很奇妙的是 虽然他的脚 有在流血 可是当他 稍微摸一摸 自己口袋里面的时候 他的脸上 显入了 非常安心 非常快乐的笑容 那这个时候 街边的人就不明白了 其中个小孩就问 Uncle 你跌倒 我看到你流血 一定很痛 为什么 你不只是 没有哭 你还笑呢 这位很爱喝酒的 Uncle跟那个小孩说 因为当我跌倒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的那瓶酒 有没有破碎 当我用我的手 去摸口袋的时候 我就说 还好 酒瓶 安然无事 这样的话 我继续开心 所以从以上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我们对于生命 给我们的快乐 喜悦 具有不同的体验 那以上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天生俱来 已经有的工具 教会了我们 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 自己已经决定 是跟自己 比较核心 比较有关的事物上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们天生具有的 这个呢 叫做 觉察力 那什么是觉察力呢 那觉察力它比关注力 更加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 觉察力基本上呢 就是把事情 看 看那个现象 然后呢 见 见那个本质 那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深 所以我们就说 看 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在里面 去思考 这个东西 它是否有 更深一层的 含义 那这个其实自古以来 在中医 他们也是常常用这样的方式 来 医者 病人 当然他们不只是把它叫做一个 觉察力 在中医里面呢 它叫做 辩证 论 治 辩 就是分辩出 什么事情 去分析 辩证 论治 就是我要看你的 病况是什么 我还可以知道说 接下来我必须 用什么样的药 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你的病 医好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 觉察力 比较简单的一种了解 那为什么 我们焦点放在哪里 我们的幸福就在哪里 我们就要明白 我们天生具有的 注意力跟 觉察力呢 因为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 他没有觉察力的那种 力量 或者是那种条件 那这个人 他几乎就变成了 类似于机器人 因为 他就会变成 所谓的 受到 自动化的 反应模式 什么叫做 自动化的反应模式 也就是 如果今天 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我喜欢的 那我今天 就是快乐的一天 如果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是我不喜欢的 那今天 就是我不快乐的一天 所以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自己去运用 他天生俱来的 这种 所谓的 觉察力 他其实是很期待 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必须是美好的 因为我不能够接受 不美好的事实 那其实 在 觉察力要变成厉害的当中 我们就要去明白 觉察力 它是一种意识 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consciousness 那在意识里面呢 它又有分层 我们必须 看待事情 看待人物 有不同的层面 也就是 different layering 当我们觉察到 行为的时候 我们 要觉察 行为 下面的 思想 觉察思想 下面的感觉 觉察 感觉 下面的情绪 觉察 情绪 下面的伤害 觉察 觉察 伤害 下面的恐惧 觉察 恐惧 下面的失落 觉察 失落 下面的 价值观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 有一个老妇人 她拿了一个 可以换取 商品的一个固本 她从报纸剪下来 她就 兴致勃勃地 走到了 那个商场 去到了 那个 员工说 我要来换 这个商品 因为这边写说 可以拿一个 免费的包包 然后那个员工 跟她说 对不起 已经分 分派完了 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 老妇人 她就非常激动 她就在那边 就是类似于 一哭 二闹 三 上吊 那周边人就会说 哎哟 穷到这样吗 一个包包 一个free dog bag 最多也是五块十块钱 为什么要 那么的夸张 那么穷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如果我们运用 我们 天生俱来的 这种 所谓的 观察力 刚才所讲的 一层一层的 跟她慢慢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明白 原来 另有原因 可能 这位妇人 她身边的孩子 已经很多个月 没有来探访她 可能 她的丈夫 在很多年前 已经比她 先早走了一步 她每天过着的 就是孤苦伶仃的生活 难得有机会 让她 在这个时候 领取不到 她要的商品 可以 好好的 闹情绪 让周围的人 看到 听到 感觉到 她的存在 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会 天天快乐 我们不能够 每天都期待 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我们 所要的 但是我们可以学会 在大脑里面 去分析出来 这件事情的发生 如何让我 找到快乐 快乐永远 不能够 单纯的去 追寻 快乐 往往是通过 不同事情的发生 所体验出来的 感受跟感觉 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 年轻 女孩 在一个森林里面 失踪了 她走进去森林的时候 是大概下午 然后呢 因为找不出 原来的那条路 在里面绕了很多圈 就看 天也快黑了 心底也是很着急 那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 喝醉酒的匪徒 那在这个匪徒的眼里 他看到的是什么 哇 他看到的是 可以满足 他 乐趣的美女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的不是这个匪徒 而是一个 有修养的 修行人 那这个修行人 看到的呢 就是 有一个人 需要帮忙 让我 带领他 走出这个森林 让我 就是不要让他 太过的担心 也让他的家人 不要太过担心 我要把他救出来 那如果 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 遇到了 是一只 已经饿了 三天 没吃到东西的狐狸 那在狐狸的眼里 他是看不到 这位年轻的美女 有多么的诱人 蠢蠢欲动 不可能 这只狐狸 所看到的就是 终于 我的食物来了 所以外在 所有的东西 事物 人物 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 学会用我们 天生俱来的 所谓的 探照灯 search 去照亮 给我们自己 有更正面 有更快乐 有更加积极 去接受 去学习 的 那种 思维 所以 学会把我们的 重点 放在 什么地方 我们就会 变成 什么样的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Uhr